我們去評估極性心肺梗塞 最重要我們會看三個大類 一個就是這個病人的 就是他有沒有三高 或是他的爸爸媽媽 有沒有家族的遺傳 再來就是他的症狀 然後再來就是 真的機器的檢查 心電圖啊 抽血 那像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四十幾歲的男生來 然後他是 檢傷的護理師 他是非常專業的判斷 他直接推進來說 田醫師我覺得他像這樣子 因為這個病人 我一看我也覺得他很像 因為他覺得他胸口 有那個一千公斤的東西 壓著他 而且他看起來就是 像武俠小說的那種 硬糖發黑 還倒汗這樣子 那然後那時候我就 那護理師就說 而且田醫師 他爸爸有開過繞道 然後他其實有高血壓 都沒有治療 還有他抽菸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人真的很像 覺得他就是急性心肺梗塞了 而且他倒汗得很嚴重 就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況 那時候我們就趕快做心電圖 結果心電圖出來 但是我相信我減傷護理師的判斷 所以我就傳給他們 用電腦傳 結果他們那時候正在急救別人 所以他們就說 那心電圖是正常的 你在等報告 抽血報告 抽血報告第一次的心肺梗塞 指數是輕微的上揚 但是後來我們跟病人說 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趕快跟我們講 後來中間病人又大叫 所以他真的很不舒服 那時候心電圖只是 輕微的一點點變化 所以我趕快再傳給他們 那時候他們快做好了 快做好了他們手上那個病人 所以我說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 可是這個時候 檢驗室打電話過來 說他的那個 心肌梗塞指數是爆料的 結果他們剛好下刀了 所以他們趕快過來 結果他們一看這個 那個臨床的症狀 他們就說 他是 然後所以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親眼看到這個病人 所以他們前面沒有辦法說 他們只能依照心電圖判斷 心電圖判斷不是 後來這個病人 就真的直接趕快換衣服 趕快剃毛 趕快準備做心導管 一進去 沒有多久就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三條都塞 而且他沒有辦法放支架 所以他出來是要直接 要做 這樣子 所以這病人是 40歲就 而且三條都有問題 可是他心電圖是正常的 因為我媽媽就三條讀到 對 80幾歲去開 那個心臟科醫師開 會開十幾個小時 對啊 我們在外面等開 他三條血管全讀 最後從這裡導一個血管 繞到 對 他手續好久 接下來我們看看 消化系統神經太大條 生病的檢查也難發現 大家都會去抽血 看你的肝功能 那肝功能都有一個什麼 SGOT SGPT 那我今天要討論的是說 我們如果這些 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我就舉我一個案例 台灣肝炎最常見還是一個 病毒性肝炎 V型肝炎跟C型肝炎 那這兩個都是一個 那我們的洗腎病人 因為每天打針都是在接觸血 比如說一台洗腎機有沒有 有六個人洗 如果你沒有V型肝炎 你上面的人有V型肝炎 你就有機會會傳染到 所以在早期 他們都沒有做分床分激器的動作 現在大家當然 你一定你要來洗腎 我們都會說 你有沒有V型肝炎 有沒有C型肝炎 都要分床跟分激器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叫輸血 因為洗腎一定會貧血 很多都有貧血 他們經常在輸血 那輸血有那個空窗期 所以有時候輸到了 有C型肝炎病毒的血液 它又得到了 所以早期其實洗超過10年的 很容易得到那個C型肝炎 那現階段因為大家 現在大家都已經 大家都已經分床分激器了 都很乾淨 所以現在機率就很少 還有輸血的部分也是 現在都非常精密的 所以那個大姐 那現在其實包括C型肝炎的治療 也可以把病毒消滅掉 藥物越來越多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就舉那個案例 那個案例 她是一個媽媽是幾歲的 那她就是C型肝炎 那那時候她想換腎 換腎不能有病毒性肝炎 所以要必須把那個病毒 給消滅掉 所以她就去做 那時候只有一個叫肝腦術治療 那肝腦術 打肝腦術很累的 那個打過程當中 類似像感冒一樣的症狀 會很累啊 輕微發燒 可是她就忍著忍著 把它打完了 那打完之後 C型肝炎病毒也都不見了 那可是不幸的是 兩年之後又復化 她在等換腎的時候 還沒有等到換腎 C型肝炎又復化 她講說 算了我就不換腎了 她就放棄 因為打肝腦術真的太累了 可是我跟她講 C型肝炎 C型肝炎建議你每半年 還是要去抽一下那個胎兒蛋白 那個叫做肝癌的指數 還有一個叫做超音波 要掃一下 不能只抽GOT跟GPT 可是我們洗腎式 是每個月都會抽血的 我們每個月 一年抽12次血 都會看那個肝指數 那那個病 那個媽媽每一年抽SGOT GPT都幾乎都正常 偶爾她會失眠 或什麼有時候會高了一點點 那大部分都正常 可是她就 不願意去做那個超音波 跟抽那個胎兒蛋白 她想說我肝指數都正常 為什麼還要去做 那直到前幾年 她又突然想要換腎 你要換腎 你要做很詳細的檢查 又去排換腎 那這次做超音波就發現不對 肝臟有一顆大概1.5公分左右的陰影 那後來做了電腦斷層什麼 判斷應該是一個肝細胞癌 那後來就做 還好那時候做了一個叫酸塞治療 把那個肝癌細胞給酸塞 就死掉 那個病人其實5年之後 肝癌沒有再發作 不過這件事就 她這時候想到 她覺得很奇怪 她在診斷肝癌那時候 她把我的病例 就是她過去1年 每個月的抽血報告 看了一下 她的肝指數都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肝指數正常不代表你沒有肝癌 甚至有一些人到肝硬化程度的時候 你的肝細胞都已經死掉了 差不多硬掉了 其實那個SGOT SGOT也幾乎都是在正常值 所以不能太依賴SGOT或SGPD 而告訴我們說 這個就是你就是沒有肝癌沒有肝癌化 這個是兩個事不對 觀眾朋友看完說那怎麼辦 怎麼樣預防呢 要等它拖 等它拖在這裡 所以每一種有每一種追蹤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病毒性肝炎 我們會確定它 大概每半年要回去掃一下超音波 只是掃超音波大家都會覺得好麻煩 因為你要預約時間 然後又要特別請假等等 但是這個還是必須要做的 就是不能只光靠SGOT跟SGPD這樣子 對 剛才洪醫師提到 像這樣肝指數正常 但後來會有肝癌的case 在臨床上非常多件 這是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的肝指數是指GOT跟GPT 其實這兩個是我們肝臟裡面的一個酵素 它常在我們肝臟裡面 所以肝臟肝細胞如果因為發炎 還是你隨便吃藥造成肝臟受傷 或死掉的時候 肝臟就像一個 肝細胞像一個水球一樣 它就破掉了 這個酵素就放到血裡面去 那我們抽血就會說 你肝指數上升了 其實這個意思是代表說 你的肝臟已經有受傷跟死掉了 你有一部分的肝細胞已經死亡了 那肝癌呢 肝的癌症不管是良性 或者是惡性的腫瘤 它基本上是由正常的肝細胞變性而來的 所以旁邊周邊的它的鄰居正常的肝細胞 如果沒有因為這樣受傷或死掉的話 你去抽肝功能可能都是完全正常 看不出異常的地方 像剛才提到的甲型胎兒蛋白 就是一般我們說的叫做肝癌指數 那也不是所有的肝癌 它指數都會高 只有有少部分的肝癌 它的肝癌指數是正常的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肝癌指數上升 也不一定全部都是癌症 很多時候是良性的狀況 像什麼狀況下肝癌指數最常會高 懷孕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一抽是一定會高的 還有肝臟有發炎的時候 肝癌指數都會高 所以這個就必須要臨床的醫師 那如果懷孕又正不幸又罹患肝癌怎麼辦 所以這個超過檢查就很重要 你要其他的影像學檢查 就是不相信那個指數 指數是高了 要更確認 對 不能單純靠抽血 像我有一個50多歲的一個麵包師傅 他本身是B型肝癌的代言者 他平常都覺得他自己在檢驗所 去抽肝功能 跟肝癌提到的肝癌指數都正常 他就非常放心 那你知道有一次他搬家 搬到我們醫院附近 該讓我們自己追蹤 第一次幫他做超音波 就發現一個2點多公分的肝癌 他非常不能接受 他覺得我在檢驗所追蹤了十幾年 肝癌指數跟肝功能全部都正常 為什麼你說有肝癌 那後來我們做了電腦斷層 那也確定他真的是肝癌 他一直拒絕手術 所以後來我們幫他做了電燒治療 像烤肉一樣把肝癌烤熟 那烤熟了之後 這病人就治癒了 後來也沒有再復發 所以像這樣子的個案 可以告訴我們很多肝癌的患者 他的肝功能 甚至是肝癌指數 基本上可以完全正常 不是 他為什麼 他烤熟還留在體內 對 他在裡面就會慢慢爛掉 被吸收掉 對 然後你的事情 就會把它吃掉 對 他就會把它吸收掉 真的就吃掉了 這就是你的 怎麼會想到 不是啊 他都治療了 你怎麼可以答應你這樣治療呢 因為其實開刀 如果是一般傳統肝癌的 開刀手術的話 要切乾的話 它是一個大手術 他不願意這樣 那如果像我們這種電燒治療 只是表皮 他做完之後表皮 就一個針孔而已 表面上面沒有任何的傷口 做完觀察一兩天 他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 比較沒有侵犯性 他寧願做這一個 那要小對不對 肝癌要小 對 一般來講 大概3到5公分的肝癌 我們都快可以用這樣的治療 所以像一些肝癌的高危險群 像是一些B型肝癌 C型肝癌的代言者 像這樣的高危險群 光是抽血也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至少每半年 都要追蹤一次超韻波 那如果有肝癌的話 因為肝癌的風險就更高了 那可能每三個月 就要追蹤一次超韻波治療 我有一個病人 是從肝膽腸胃科的醫生轉介過來 那他來的時候 因為我是看營養患症 那他來的時候 是因為他本身 然後醫生有給他用藥 然後他在用藥的過程裡面 醫生跟他說 你要改善你的飲食 然後你的生活的問題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到底都吃什麼 他早上大概10點起床 然後去上班 然後他上班的時候 可能隨便在路上 就買個包子 買個飯糰 買個饅頭 就這樣吃了 然後吃完之後 可能到中午的時候 就大概11點 12點開始 他們公司就訂便當 訂個排腿便當 雞腿便當 然後就這樣吃 吃完之後到了下午的時候 就跟大家一起 比如說訂個飲料 訂個下午茶點心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上班族的這種生活 所以他們工程師 其實都是那種 上班上到很晚 然後很晚回去之後 大概8 9點回去 他就已經很累了 他就會先睡覺 然後睡完起來之後 他才開始用餐 用他的晚餐 所以他一天的生活習慣 是這樣子 飲食這樣 結果他每天都是睡起來之後 然後才起來用餐 然後用完餐之後 他就立馬去睡覺 可是他本身知道 他自己有餵食道逆流的問題 他就靠著吃藥 然後有時候 他可能吃了一個禮拜 他覺得好了 他覺得好了 他就停藥了這樣子 可是後來他有提到一句話 他說 可是我最近很奇怪 我這半年 我早上吃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在吃那種 就是比較硬一點 比如吃飯糰 他覺得有點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覺得 自己是不是餵食道逆流 所以引起的 他覺得這 食道這邊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說 那你是真的要去做一個 那個內飾鏡檢查 他一檢查出來 他完全沒有症狀 他一檢查出來 是 對 因為他其實 他喝東西他覺得OK 可是他吞東西的時候 他覺得就很不舒服 所以這些其實都 比較沒有症狀跑出來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